大家好 歡迎來到自由亞洲兵家常事節目 12月22日 日本內閣批准了2024財年的預算案 其中防衛預算達到史上最高的7.95萬億美元 大約560億美元 比前一年增加16%以上 那麼日本為什麼大規模的增加預算案 這又會對亞太局勢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呢 日本如此大規模的擴大預算 主要是為了應對台海潛在的危機 台灣北面就是東海 南面是南海和巴士海峽 這裡可是日本通向中東地區的重要航道 如果台灣發生三長兩短 日本的經濟命脈將會被切斷 除此之外 日本距離台灣實在太近了 像宇納國島距離台灣只有110公里 比中國平潭島距離台灣還要近 有台灣朋友告訴我 宇納國島上的日本人如果有了緊急醫療情況 都會選擇來台灣就醫 日本之後也將在宇納國島 和距離台灣200多公里的石原島上 部署反艦導彈和防空導彈 如果中國封鎖台海周邊 那麼距離台灣非常近的這些西南群島 也會受到軍事波及 第三點 日本是美國在亞太地區最重要的同盟 美國在日本部署有大量的軍事基地 以整個沖繩為中心 這裡有海軍陸戰隊的普天堅軍事基地 和隸屬於美國空軍的加首納基地 如果美國決定軍事介入可能台海衝突 那麼這些駐日美軍基地 勢必會成為中國攻擊的目標 那麼日本自己也就無法獨善其身 正是基於以上三點 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提出了一句話 叫做台灣有勢就是日本有勢 而隨著最近幾年來 中國在台灣問題上不斷的咄咄逼人 使得日本感受到了威脅 在這種背景下 大幅度提高軍事開支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 了解了日本增長國防預算的背景 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筆錢日本到底要花在哪裡 首先就是新一代武器的開發 在2024年的預算計劃下 有大約7340億日元 專門用來開發一二式巡航導彈 以及購買美國的戰斧巡航導彈的 我們先從戰斧巡航導彈說起 戰斧巡航導彈是世界上第一款巡航導彈 1983年服役 然後就趕上了海灣戰爭 在海灣戰爭中的第一波空襲中 美軍發射52枚導彈 51枚命中預定目標 可以說戰斧導彈是一戰成名 日本在過去幾十年來 因為和平憲法的限制 一直不敢開發進攻性的武器 比如說他們就沒有對地攻擊的巡航導彈 只有防空導彈和反艦導彈 因為日本的軍隊叫做自衛隊 你的巡航導彈是打擊敵人的地面目標的 怎麼能拿來自衛呢 所以日本雖然經濟很強大 科技很強大 但是國防工業一直是瘸著一條腿的 現在好了 因為中國在亞太地區不斷發展軍力 試圖武力攻佔台灣 日本也意識到了需要開發對地攻擊武器 於是在2023年就向美國提出申請購買400枚戰斧巡航導彈 在2023年11月17日 美國政府正式批准以23.5億美元的價格 向日本出售最多400枚的戰斧巡航導彈 戰斧巡航導彈畢竟是美國人的產品 日本科技實力不俗 自己開發行不行 那當然行 這就是一二式巡航導彈 一二式本來是岸艦導彈 是由日本三菱重工於2021年開發的 本來採用的是六連裝發射車發射 一二式岸艦導彈全長5米 彈體直徑0.35米 重約700千克 最大飛行速度0.9馬赫 它屬於標準的亞音速反艦導彈 一二式岸艦導彈有個最大的缺點 就是航程比較短 只有200公里 該導彈的早期型號射程比較近 不過日本最近圍繞該導彈提出了升級計劃 它的增程版的射程被提高到900公里 之後又提高到1500公里 這樣一個技術指標基本上和美國的戰斧巡航導彈差不了太多了 另外 日本還在開發它的多平台發射能力 除了從陸地發射的導彈以外 海基型號預計在2026年左右完成 之後這款導彈就可以由最上級護衛艦 金剛級驅逐艦等等日本海軍主力戰艦從海上發射 除此之外 還有空軍發射的版本 預計也在2026年左右服役 隨著美國戰斧巡航導彈交付日本 和日本的一二式巡航導彈的研發 日本將擁有非常強大的對地打擊能力 這又意味著 如果中國對駐日美軍基地發射導彈 日本有足夠的能力從遠程攻擊中國沿海的軍事設施 除此之外 日本還將斥資755億日元 和美國聯合開發華翔體導彈攔截器 預計在2030年左右部署 我們知道最近幾年中國不斷開發的是東風彈道導彈 其中有一款叫做東風17 它使用的叫做華翔體彈頭 這就意味著 導彈飛行的末端 它可以以打水漂的方式不斷變換自己的軌跡 導致攔截它增加了不少難度 日本和美國聯合開發的這款攔截器 專門就是用於對付東風17的 長久以來 日本和美國就有聯合開發導彈的傳統 比如目前世界上最強大的反導導彈標準3 它就是由日本和美國聯合開發的 每枚導彈的價格達到1000萬美元以上 它可以攔截射程超過1萬公里 能夠攜帶核彈頭的彈道導彈 日本還修改了武器出口方針 解除了部分致命武器出口禁令 根據全新的規定 日本在12月22日 立即批准向美國運送日本生產的愛國者導彈 日本這麼做其實是在間接幫助烏克蘭 烏克蘭自從今年5月拿到愛國者系統之後 每天都會消耗一定的導彈 這些導彈都要美國人從自己的庫存裡拿出來 再補充給烏克蘭 可是如果這麼做的話 美國自己的庫存就不夠用了 那怎麼辦呢 現在想到一個辦法 就是讓日本把自己生產的導彈提供給美國 這其實是給日本的國防產品出口 開了一個口子 今天我可以出口到美國 明天說不定就可以出口給台灣 除此之外 日本還將花費相當的預算 用來開發自己的高超音速武器 早在202年 日本宇航航空機構就成功試射了一枚 驗證超燃充壓發動機的小型火箭 這枚小型火箭在發射後約3分30秒左右 到達168公里的高度 隨後釋放了長9.15米的測試設備 測試設備隨後在高空以5.5倍音速速度下降 進行了6秒左右的燃燒測試 早在2018年底 日本其實就編列預算開發自己的國產高超音速武器 和現行市面上的武器不一樣 日本高超音速武器將同時可以針對海上和陸地目標 我們知道陸地上的目標一般來說都是固定不動的 可是海上的軍艦往往是不斷移動的 這又意味著日本新型高超音速導彈 將裝備雷達具備探測和跟蹤海上移動目標的能力 很顯然這也是為亞太地區量身定做的 如果台海發生衝突 那麼日本的西南群島也難以倖免 使用這些高超音速武器 就可以對中國的艦隊構成巨大的威脅 而日本新式的高超音速武器 預計將在2026年左右服役 除此之外 日本還編列預算計劃建造兩艘大型巡洋艦 根據美國戰區網站的報導 新版的巡洋艦將裝備美國的ANSPY-7雷達 長度達到190米 寬25米 排水量達到12000噸 目前日本現役最大驅逐艦是摩耶級 標準排水量達到8200噸 而美國的提康德羅加級巡洋艦標準排水量大概是9600噸 而日本的該軍艦將裝備128單元的垂直發射系統 可以發射標準3 標準6 改進海麻雀等多種防空導彈 除了導彈之外 該巡洋艦預計在2032年左右 搭載高功率的激光武器 激光武器主要是用來攔截無人機 以及可以近距離攔截各種巡航導彈 除此之外 在2020年預算中 日本還包括了建造12艘新型最上級護衛艦的計劃 目前日本訂過了12艘最上級護衛艦 到目前為止下水8艘 最上級採用隱身外型設計 裝備16個單元的垂直發射系統 除此之外 還有兩艘四連裝總共8枚的17式反艦導彈 具有強大的反潛反水雷防空能力 而改進型的最上級排水量增加 滿載排水量達到6200噸 將採用32單元的垂直發射系統 防空能力更為強大 改進型的最上級預計2027年開始建造 至2036年完成所有12艘新型軍艦的建造 在2024年的預算中 日本海上自衛隊已經請求撥款11.6億美元 建造兩艘新型最上級 而在未來的幾年 日本還將以平均每年下水兩艘潛艇的速度 擴大自己的常規潛艇部隊 在今年10月17日 大京級潛艇最新一艘雷金號舉行下水儀式 該潛艇排水量超過3000噸 採用柴油發動機和鋁禮子電池組成 擁有非常不錯的水下航行能力 而且採用了崩推式推進器 取代螺旋槳 噪音大大降低 裝備有日本國產的E-8式重型魚雷 和美國的魚叉反艦導彈 雷金號預計2025年正式交付日本海上自衛隊 屆時日本潛艇總數將由16艘增至22艘 而在空軍方面 日本也編列預算和英國等國家共同開發下一代 也就是第五代戰鬥機 綜合來說 日本2024年度的國防預算重點就在兩個方面 一個是海軍 一個就是導彈 在海軍方面要開發新一代的最上級護衛艦 繼續建造大型級常規動力潛艇 同時要建造兩艘新型的萬噸級別大型巡航艦 這是因為日本本身是一個海洋國家 而台海如果發生衝突 海軍更是重中之重 日本國防預算第二個重點就是導彈 從攻擊性武器上來說 採購了美國戰斧巡航導彈 同時開發自己的遠程巡航導彈 射程可以達到1000公里以上 也就是說日本軍艦坐在沖繩的港口裡 就可以打擊從上海到廣東的沿海軍事基地 除此之外 日本還積極開發自己的高超音速武器 和能夠攔截彈道導彈的防禦導彈 其主要目標也是為了防禦中國的高超音速武器 特別是東風17等等 而且非常關鍵的一點 日本的很多武器裝備 都是在2026年至2027年這個時間節點形成戰鬥力 比如說我們提到了一二式導彈 2026年左右服役 美國的戰斧巡航導彈也是2026年交付 最上級護衛艦前12艘 2026年前要全部下水 最近兩年有很多外國的專家說 2027年可能是台海爆發衝突的一個時間節點 可以看到日本國防部正在為這樣的可能性做好準備 其實武統臺灣並不是一個簡單的事情 如果中國真的動手 美國日本都可能卷入其中 孫子兵法的核心思想叫做慎戰 兵者死生之地 存亡之道 不可不察也 就是你閒著沒事 不要老想著打仗 俄羅斯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俄羅斯不打烏克蘭 他說世界軍事第二 別人都沒意見 俄羅斯的武器還可以照常賣到世界各個國家 結果現在打了烏克蘭 卻成了一副什麼模樣 恐怕普京腸子都毀青了吧 我是子丁 我們下期節目再會